跟他同樣方法 也適而適都發覺 那不適用 只適用於民進選一個人 所以每個人 尤其是職業選人 一定要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一個方法 對 自己要跟自己的訓練員 好好的去溝通 對 然後去做測量 那今年多達啦 這個量到底是多少 然後達到的效果 明年要怎麼樣來訓練 我是認為 現在科學化的訓練 適當的一些重量訓練是必須要的 對 沒錯 要怎麼去拿捏的問題 你如果不做重量訓練 在攻擊的力道會輸人 所以即便是用 譬如說像你一拳攤 可能用比較多的一些揮棒 或者是打網子來決定 但那個量 實際上都要做更科學的一個記載下來 對 沒錯 這樣子做一個追蹤 才能夠找出 搞不好還可以更好 搞不好還可以更好 對 你的進步才有依據 不然都感到感到 我現在最怕聽到感到感到 感到不錯就慘了 結果這個球 一棒落空被羅國華呢 給三陣 市長 要三陣 離一拳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從這種情況喔 只是偏高 偏高比較有引誘性 所以才被這個球騙 現在是兩出局 一三陣有人輪到許國隆 今天呢 三色的打擊 有一隻的安打 在三類上呢 還有跑者鄭兆行 在一類上是帶跑的許育成 這球揮空 這球揮空 球數現在是一好球一壞球 速度可以飆到速度140公里了喔 那所以這個球如果能夠投在肩膀 那附近的高度啦 達者會想打 想打啦 但應該打不好 那波手裡可以刺一下 刺一下刺一下刮 刺一下刮 還好球還是高了 正好是在胸部的上方 抽筋 要出來 看起來是 小腿抽筋 右小腿 小腿抽筋喔 影響到他的投球 現在怎麼做操 感覺喔 也不會那麼理想 趕快換 比較正確 本來場邊沒有人練耶 哇 這個球比較麻煩 現在是夜叮人了 趕快快跑出來 現在在先拉一拉啦 對 現在來做操 拉一拉 那個 幫助不大 因為經驗來講喔 這 你再大一點 輕輕頭這樣就對了 對 接下來你要再投球的時候 你只要一抬腿 他就抽筋了 所以還是要小心 準備了那個後眼投手 還是要趕快準備 是 投出去之後呢 就有不舒服 不舒服的一個感覺 我現在還是 好不容易有 上場的機會 再一軍了 對 這時候 如果他 硬撐一下 幾乎可以想像得到 唉唷 這個球是把 打車給三陣 我這時候是 咬牙 咬緊牙罐 跑回休息室 8比0 目前是牛隊領先 是牛隊領先 是牛隊領先